快速增加页面支援 那我们之前教页面的时候 你需要这样新增活动支援 选择页面 然后新增 然后你要输入很多东西 然后在这边打字 插入图片 这样子是很辛苦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快速新增我们的支援呢 一样请你开两个视窗 假设这边我们有网路上找到的文件 或者一些资源 你把它反白起来 我们只要把反白的东西怎么样 快速的拖移到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新增文字 这边在这里新增文字 放下去 它就会问你说你要如何处理这个页面 使用标签呢 还是要用页面 你可以使用标签也可以使用页面支援 好那我这边就写 这是我们发表会新闻 选择上传 这样它就快速帮你做完 它做完的效果是怎么样 你看跟我们原来的页面几乎一样 它连排版都差不多 它连排版都进去 所以这样子你可以很快速的 引用一些人家的文章 那这里也特别注意 你引用别人文章的时候特别注意 别人的文章的智慧拆散权问题 好这边要特别注意 所以你可以很快速的 就产生你的页面 然后很方便的 完成你的页面编辑